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 POP最正点 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你好 麻烦请扫使联志 本土的案例有势力 没有死亡的更安 请戴上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疫情到底何时才要结束 新冠疫情的冲击 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特别气话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我是主持人林书伟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 在疫情之下 很多的观影习惯都做了改变 包括了在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刻 不能到电影院去 很多人在家里的休闲活动 也就是追剧 那于是呢 许多的OTT平台 更加的火热 出门看电影 在疫情期间变成了奢侈 所以宅经济就反倒应运而生 在疫情最严峻的2021年 那有一个报告就显示说 台湾影音订阅的市场进入了高峰 甚至还超越了实体电影票房的收入 那我们今天的街访 我们访问到许多的朋友 来请教他们在疫情升温的时候 宅在家你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在家里面的话 就是看书 睡觉 种花 然后跟女儿拌嘴 基本上是没有追剧的习惯 电视当然会看 一天大概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吧 我在家里读书 或者是自己练琴 还有学自己的才艺 还有看小说 因为我觉得那太花时间了 因为我只要一想追剧 我就会不想睡觉 然后就把它全部追完 会作息颠倒 因为疫情期间比较不能出去玩嘛 然后也比较少朋友会揪出去啊 一起怎样之类的 所以在家的时间就变得很多 然后也多出很多时间可以来看个剧啊 看个电影这样之类的 所以追剧的时间 比以往没有疫情的时候 还多出蛮多的 就是疫情期间就是线上上课嘛 然后就是多了很多空闲的时间 然后我就去我们家顶楼运动 疫情期间在家里 没事就都看剧啊 因为哪里也都不能去 就以前都在看那种推理啊 或者是比较带点动作冒险类的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连那种爱情喜剧啊 什么的都会点开来看 那可能有一些就觉得可能 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 或者是不感兴趣的也都会 因为太多时间要打发了 所以都只会就把它点开来看一下 这样子 我们听到很多朋友的访问 他们都回答说 在家里可以做的事情 阅读啦 好听音乐啦 种种花草啦 那当然也有人是追剧 刚刚有听到一位朋友的回答 我觉得挺有趣的 这位朋友他说 本来要看动作片选一片 结果连爱情片都看了 那爱情片看了之后 不管喜不喜欢 好像都把它看完了 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 这个也是疫情 让很多人的观影习惯 做了巨大的改变 那我们也在脸书跟 Instagram上面的现实动态 进行了一场防疫温度计的调查 防疫温度计 我们在脸书及Instagram的 现实动态当中 请问大家 在去年疫情最严峻 三级警戒的时候 你有在家追剧的时间增多吗 脸书上面回答是各一半 有增加50% 没有增加也是50% 在Instagram上面 有增加67% 没有增加33% 这也蛮符合年轻朋友 追剧的习惯 在Instagram上面的 使用者年龄层比较低 在脸书上面 使用者的年龄层 通常比Instagram上面 年龄层要再年长一点点 这是我们今天的防疫温度计 这两天也有一个 联卡中心的最新数据分析 分析了2021年 国人月刷将近3亿元来追剧 钱也都进了各大OTT平台 如果把时间轴 拉长自2020年 2021年两年来分析的话 平均每个月首次新增刷卡追剧 就有5万张 那等于平均每个月新增 5万张持卡人 投入所谓的OTT影音市场 又以去年6月份 三级警戒的时候 单月新增超过8万张 持卡人刷卡追剧 达到了巅峰 所以这个数据就印证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疫情间 大家的休闲娱乐新增了追剧 这个项目 那包括了追剧已经不是在有线电视平台 它喂养我们 我们就看什么 而是我们自己有主动权 你下载你想要的OTT平台 不论是国际的或是本土的 你就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剧 想看的电影 疫情让国人更热爱追剧 也更愿意花钱来订阅影音串流媒体平台 包括了手机的普及 网速的提升 大家透过手机平板或者连接电视机 随时随地都可以追剧 再来是疫情让各大电影院 暂时营业 或者是他不能够吃东西 这也会影响大家进入电影院去观看的心情 那转而就到影音平台 那再来追剧也可以转移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变成另外一种情感的寄托 今天口罩下了你还好吗 特别气话 我们就访问到了本土的OTT平台 台湾大哥大影音事业处的副处长PEGI 以及资深的影评人郑伟博 我们一起来讨论 在这几年疫情之下 OTT平台的发展 包括了面对国际OTT平台的竞争 本土的OTT平台怎么样逆势崛起 我们今天就进入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新冠疫情的冲击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这是我们的POP最正点特别企划 我是主持人林书伟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在疫情之下意外催生的宅经济 让OTT更逆势的成长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就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影评人 曾伟博 伟博哥 哈喽 苏维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大哥大影音事业处的副处长 邵佩如 PEGI你好 哈喽 苏维好 伟博哥好 大家好 嗯好 这个疫情之下 的确有很多的行业 这个彼此的校长 那其中一直提到了OTT over a top 没错 暂流媒体服务 是的 这个在台湾真的如火如荼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 My Video的这个 台湾大哥大影音事业处的副处长 PEGI来到现场来聊聊 她就是My Video的大街道 是 来来聊聊 这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应该 My Video有很大的一个成长之外 然后你们做了哪些事情 好 那PEGI你自己的观察 疫情前后 OTT平台的使用状况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发现 用户看片的时间变长了 就整个疫情期间 大家可能因为不好出门 也不想出门 或者是 想要待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整个看片的时间 比过去大概成长了超过三成以上 然后看片的内容也比以前广非常的多 所以像在家可能疫情期间 比较紧张的时候 孩子也在家 就会发现Family 就是合家观赏的内容 大家都特别喜欢 那这一类型的内容 在我们这边就会爆炸性的一些成长 所以从疫情一开始 如果说是从2020年的年初开始 然后一直到 现在已经2022年了嘛 这个成长的曲线 就PEGI你来看的话 那个曲线最高峰是什么时候 最高峰应该是 我还记得去年是5月15号 三级警戒 三级警戒 之后5月6月7月 它其实上是一个非常高峰的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相对疫情 真的稍微紧张一点点 而且你看了 就是家长要work from home 小孩还在家里 如果你没有OTD好的内容 帮家长有个救赎的话 你想想看 这孩子怎么带啊 是啊 真的身为家长的 我真的很需要 真的 所以爆炸性的内容成长 在内容的部分 你们有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增加 我们在疫情期间 其实上除了戏剧内容之外 像火神刚好在那个时候 做了很大的曝光跟推出 那刚好推出的时候 我们受到非常大的回响 然后还有一些儿童内容 我们某某亲自台的内容 然后以及在当时 其实上我们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一个非常红的节目 叫大嘻哈 大嘻哈在那时候 它的库存档案 只能播到7月还是8月 所以那时候不能录影 可是那个节目 他是流量密码嘛 对没错 流量也很大的 那怎么办 不能录影 然后他就不能更新啊 他就不能更新 所以这个是在疫情期间 影响比较大的 其实上就会发现 疫情期间 针对于节目类型的内容 他需要把大家聚在一起 这个其实上受影响还蛮大的 所以这蛮有趣的 你在疫情期间 传统实业的供应链产生问题 连OTT跟影视产业的供应链也发生过 没错 我们需要他们供应内容 是 所以在影视产业的部分 这疫情这两年多 真的起了蛮大的变化 那韦伯哥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有几个分野 第一个分野就是电影院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电影院大家在这个三级警戒的时候 没有办法先从不能够去吃喝饮食 到美花座到全面的封锁 其实重创了电影院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 有非常多的电影院真的是关门了 真的是蛮辛苦的 然后再来就是从电影的制作 拍摄的从业人员 慢慢慢慢移转到开始拍剧 拍OTT了 所以在三级警戒的时候 很多剧组是暂时停工 因为不能拍 但是一复工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组都在抢人 然后很多的剧的项目 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始 其实它在剧OTT跟电影当中 就会有一些人才的板块的移动 还有就是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进电影院的观影习惯开始改变 当年回来OTT的时候 OTT大幅的增长 那你电影的产业的票房 跟它的片行怎么样去吸睛 它的行销策略就要改变了 所以对于这个OTT 尤其本土OTT来说的话 它当然有本土的竞争对手 但它更大竞争对手可能就是国际的OTT平台 没错 那这个策略上面要不断不断的 就像是我们的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说的 要滚动式的调整 所以买video怎么滚动式调整呢 你们是随时随时都在做一些这个更新吗 我们随时都在做一些更新 我们常常在讲国际平台进来 对于台湾的用户跟我们其上是好的 那往好的方向想 就是他们会带动消费者 他愿意付费 因为盗版真的很可怕 我们受到最大的影响 其实上次盗版 所以当国际平台进来的时候 他们养成消费者愿意付费看内容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消费者 他也愿意看OTT 那愿意看OTT 对我们的过去一直希望 大家往OTT方向走的 这个动作 这个的宣导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坏的地方就是 因为国际平台 他相对比较大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自己常常形容 他们是重量级的选手 但站在一个舞台上 我们比较像是轻量级的选手 重量级的选手跟轻量级的选手 理论上不会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面 但是现在就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 所以对于轻量级的选手来说 我们就要找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 像台湾比较独特的内容 或者是刚刚讲的大嘻哈 或者是比较接地气的 我们回家把这一类型的 跟台湾本土比较有关的内容 我们希望做成一些些的差异化 就是重量级的选手在重量级的舞台表现的时候 我们轻量级的选手的表现 还是可以被台湾观众可以看得到 这其实上我们会走一个比较不同的路线 因为其实大家下载OTT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两个以上吧 对我手机应该该有的也都有 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属性是需要多看 但是如果一般民众的话 他们maybe下载一个或两个 所以这个部分Paggy你们有做调查吗 有我们有调查 扣除掉台湾人大概九成九都有用的YouTube以外 扣除掉这个不算的话 大概平均一个人下载大概两个到三个之间 两到三个 那怎么样变成一般的民众下载 两到三个当中的选择 没错 就是轻量级选手要努力的地方 那像在疫情期间 你们做的最大的一个改变或是挑战是什么 自制内容的增加吗 第一个自制内容的增加 第二个儿童动漫这一类型的比较family 合家观赏的内容增加 我们也希望接地气的内容能够增加 因为毕竟国际平台进来 他们挟着比较大量的资金跟知名度 还有国外的一些知名的IP进来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进到每一个国家 应该都会碰到竞争 很难竞争的一个状态 所以只有把自己的一些优势 像台湾的内容的优势 还有跟比方我们也很开心的跟电视台一起合作 跟着电视台一起把透过媒体的方式 把内容推出去让大家知道 这样的内容你说在家里电视台可以看到以外 你也可以在my video ott上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努力的方向 跟电视台的合作 这个也是跟以前的媒体生态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整个媒体在数位汇流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整合 而且要很快速的横向沟通 对啊 因为再也不只是有线电视频道 然后跟OTP这么敬畏分明 我要举一个例子 是my video非常有特色 就像我们回家吧 其实我们回家吧 一开始的时候是my video为最主要的平台 而且他在金钟奖的报名跟入委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打着是一个网路节目入围到金钟奖 那时候my video是非常鞠躬绝尾的 担任一个推手的角色 对然后你现在到了第二季 哇对不对 现在三立也有了 MomoTV也有了 my video又有了 所以说在OTP跟有线电视上面就融合了 这跟以前的操作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打群架的年代 大家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资讯也是碎片化 然后大量的分钟化 你必须要快速的整合 才能够获得所有观众 不同平台跟不同年龄层的眼球时间 是是 所以这个OTP平台的蓬勃发展 的确是在疫情期间 全世界都在观察了一个 这个影视的一个趋势 然后包括刚刚韦伯哥也提到 对于电影院 他们一直在非常的虎视眈眈 在观察说到底抢了我们多少的观众 对 那像Peggy你们在做这个自制节目的时候 因为自制节目它的成本也是要很高 但是你们觉得content还是OTP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吗 对 我们其实上是希望电影 大家还是会去看电影 因为电影戏院对我们来说 它至于我们 就像我们希望跟电视台一起携手合作 所以大家要找一个一起扩大市场的一个方式 合作的方式 戏院其实也是 因为戏院我们内部在讨论 它比较像是一个社交活动 对 社交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 那所以在社交活动下 电影它进到戏院是我们乐见的 乐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宣传 操作 讨论度 配合着社交 大家的热度会增加 那相对于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OTP不管是可以在前面一点的窗期 或者是先让院线先走 或者是院线走一半我们再继续走 对我们这样的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就很像 相辅相成 没错 没错 所以以院线来说 当然我们自己也有投资电影 所以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 所以并没有要打垮院线的 没有没有 那一定是要共生共荣 没错 因为我们在过去讲 电影是影视产业的活车头 它不管在技术上面资金上面 是非常高的 然后加上行销宣传 你把这个声量拉大了 你就可以在OTP后面的 产品生命周期的产尾效应 可以再加大 是是 那因为MyVideo就是 三大电信影音平台 它又有一个优势 就是防征我们的 手机 然后它可能可以做更多 更灵活的操作 那对于台湾的本土OTP的竞争也好 或是国际的OTP平台 陆陆续续的加入 像去年当很多人都讨论到了 这个Disney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平台 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蓬勃发展 如何让自己的base变大 这其实就是在疫情期间 OTP他们各自都在摩拳擦掌 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成长幅度更大的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疫情之下呢 OTP平台的逆势崛起 马上回来 新冠疫情的冲击 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OTP平台的成长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说是受贿者 那就Peggy Peggy是台湾大哥大买video 影音事业处的副处长 就Peggy来观察的话 是受贿者 还是你们更要加把劲 这个想出更多的出路 就流量来说我们是受贿者 但是实际上就内容的竞争来说 我们是需要加把劲的 因为流量我们是其中OTP之一 所以所有的平台 所有的OTP平台 其实流量都在增加 并不是只有我们 因为消费者在时间 在家里的时间 可能从以前只有8小时 变到一天可能24小时都在家 它的时间变多了 那它分给每一个OTP的时间 还有包括游戏啊 这些都变多了 所以我们怎么在这个 这个时间里面 再找到一些一席之地 这是我们 其实上这是我们的挑战 而且内容很贵对不对 对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因为内容伟大 没错 好的内容伟大了 而且国际平台进来之后 相对于它的资金是充沛的 它为了进到市场 先占一席之地 它一定会先拿比较大的资金 先圈好地 当它圈好地 我们要进到那个地的时候 就要花更多的钱 跟台北市的新屋房价一样 好贵啊 好难追得上 而且越来越攀高 对 是 所以等于就是对于平台来说 你流量越多 但是你成本还是要更高 因为你需要好的content 因为你有好的content可以选择 才能够加入新的订阅者 而且其实订阅就是可以卸载 所以卸载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样去让大家可以留住的 是我们很害怕卸载的 所以我们在卸载上面 我们希望跟国际平台 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像我们跟富邦汉奖的球队有合作 我们就播球赛 在赛季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上面有一些新闻 让消费者可以 因为我觉得人都有选择性障碍 选择性障碍你打开 你会发现眼花缭乱 不知道看什么之后 那你先去看一下新闻 现在在演什么 或者是我们在上面有 BBC的Sea Beats 给小孩看的频道 那也有Momo相关的频道 这些都是在我们希望在 消费者选择障碍的时候 把它留下来 透过频道 这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说 我们希望跟电视台 能够携手合作 把这个并再做大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把内容就是有一些编辑 或者帮助观众选择 刚才佩吉聊到了 就是说像在my video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 汉将的主场的赛事 这其实MomoTV跟他们一起合作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啦啦队节目 这是周边延伸的职棒啦啦队 前面翻版 也可以播 大家也可以从啦啦队一路看到球员 这个要讲一下 我们富邦汉将 它其实上次一个多视角的播出 太厉害了 有一个视角 专门是播啦啦队的 对 我要分享一下 我们消费者 哇那这一群粉丝 应该也是很死忠的哦 他们就建议说 啦啦队的光跟镜头要再明显 再大再好一点 再漂亮一点 对 这个我会跟现场的摄影师 还有外场同仁讲 因为你知道 有个这个多视角的功能 我们再也不只是导播 Cue你 你只能看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自己选 你自己就是导播 不同机位 我就说一定 法相去 一定要有一个香香视角啊 是 好不好 我们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就是粉丝跟观众朋友 其实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停在啦啦队 那个视角挺好看的 对 结果都没有看比赛 全部都在看 没有啦 主播会讲分数好不好 而且通常投手要准备投球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 哦 那不如就看看啦啦队 这也是你们集团跟人家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屏很大啊 所以我就做了啦啦队节目 在电视跟myvideo都播出了 哦 哦那目前OTD平台呃经营上遇到最大挑战会是什么 内容很难取得 还是内容 取得的成本越来越高 然后流量 等于是你如果要去买电影啊或是买剧的话 流量就 而且还有差异化 因为如果你一个内容是每个平台都看得到 对呀 你现在大家都要抢独家嘛 就说哎 只有独家在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独家更贵对不对 独家非常贵 所以价钱越来越高 价钱越来越高 哎呦 因为国际平台进来 他们的资金相对丰富了 嗯嗯嗯 所以呃内容越来越难取得 那也变成说就是要从现有的这个资源当中怎么样去让内容更丰富 但是又要把成本降低 这已经蛮难的耶 消费者是最大赢家 从业者是最大辛苦的工作者 对 我们都是做工的人 哎 真的耶 对我们真的是 真的 但其实就是 其实消费者真的最大赢家 但是消费者就会陷入一个眼睛快要坏掉的状态 哈哈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你想想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订阅费用你真的是比去买一张电影票还便宜 前面两届金马我们是跟他独家合作买video是他的唯一线上直播平台 嗯 那我们也希望持续这个合作因为在金马的整体合作上来说 我们对于金马的内容还有整个金马操作包括我们也设了一个金马创投的my video的剧集奖项 我们其实上希望能够让好的内容他能够和好的想法好的IP他未来能够影视化的机会是是可以变大的 嗯嗯嗯我发现你们还有跟一些例如说什么动物园做之类的 哦对台北市立动物园跟台北市的儿童乐园 哦然后台北东去地下街都长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嗯嗯嗯所以现在跨界艺业结盟是必须要更加的热络 是对才能够在方方面面都可以触及到这个观众朋友 是那因为像我跟我伯哥的小孩还有或Peggy我们的小孩可能不同年龄层有的是国小国中高中有不同的需求 但他们在OT上面的选择其实他们就很多 我觉得my video他有一个很棒的他在儿少类节目跟青少年上面的这个内容非常的用心 嗯嗯嗯嗯我们有设了不过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国中以上他就不一定需要但我们有针对于消费者进来的时候设了一些家人共享也就是你可以把它设定成儿童 嗯嗯似义儿童观看他就看不到呃海报上面会什么裸露啦或者是血腥啦 是但是最近我们会碰到消费者来跟我们讨论比方说像鬼灭之刃 哦我们就好因为小孩想看小孩想看可是他又是一个他是限制16岁是不是他应该是保护级的内容OK 嗯但是我家小女儿都在看啊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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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于在疫情之下的确呃整个的呃与视环境哦起了一个蛮大的变化 discover 可以看到很多的国际平台上面 他们花了巨大的成本 可能做了八级 做了十级 然后巨大的成本 他可能没办法在院线 他就直接在一个OTD的平台上面播放 那有很多的IP 可能就你就可以独家锁定某一个 那对于这个百家声明的情况之下 的确OTD的挑战也多 但是虽然大家都说他是受益者 可是在这个挑战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样能够留存住这一些用户 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动态竞争 而且就是我刚才Peggy有聊到 过去最大的敌人是盗版 那由于我本人是从来不看盗版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对于整个平台来讲 是影响多大 影响很大 我感觉好像 现在还是影响那么大吗 现在还是影响很大 政府不是在管吗 抄了风铃网 对啊 当政府抄风铃网的时候 所有的平台流量都会增加 就知道他拿了多大的流量走了 他那个时候把这个风铃网给关了之后 对于合法营业的串流平台来说 数字的成长有多大 我们数字大概有成长两成 这么严重 所以你光看他换成这个市场价值来讲 有多少钱就蒸发掉了 对 但是风铃网关了之后 还有其他的网吗 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他会有一段时间的成绩 因为他政府的风声鹤唳的动作 其实上会恶阻一些盗版网站 让他变大 但他还是陆陆续慢慢的会涨 只是他的速度 我们觉得会稍微放缓一点点 但一旦又开始长大之后 我们就希望政府能够再协助我们来打盗版 对我觉得虽然盗版是不用钱的 可是你付了一点点钱 你看到quality品质很好的内容 这差很多 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老花了 我没有办法看那种很糊的 我真的完全没办法看 对 又糊 然后他的那个下面的字幕也是糊的 对 或他有些字幕就是不是繁体字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因为OTV像MIV 有很多你就是跟着就是昂档播 你不用等太久 对啊 以前你还有一个借口说 因为我要等很久才看得到字幕主来了 我要对不对 可是现在大家都是很及时了 那疫情如果说现在越来越趋缓了 疫情越来越趋缓 大家的生活就回到 这个疫情之前的比较如常的生活的话 像Peki你们会担心 就是人大家到时候都恢复 包括出国也可以出国的话 这些你们有这因应的方式吗 我们当然会担心啊 因为大家不在家的时间就变多 他的户外活动变多了 所以我们会希望第一个 比方说去西院看电影啊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个因为 MIV是Potable的装置也可以用 他除了在家里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大荧幕 比较舒服 之外 那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 在外面的时候你可以用Potable的方式走 所以我们希望像刚刚讲的 像直播的内容 球赛的内容 新闻的内容 儿童频道的内容 还有一些其他的编播节目的内容 是让选择性障碍的消费者 在外面的时候他是比较能够破碎性的 接收到一些内容的话 我们其实上是希望这样的方式留住订户 那我们当然还是有花了一些些的成本 去把内容做成一个零元的专区 让消费者进入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障碍 进入的门槛是低的 你要一步一步把他抓住 而且我觉得OTT My Video 有个好处 刚刚讲的是多荧幕嘛 对啊 所以说而且现在节目也不会说 都是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很长的 也有一些短板的 坐捷运的时候你也可以看 在外面等车的时候也可以看 对 像OTT就是让你可以 你也快转也可以啊 就你路快转啊 也对两倍速 做内容的很不喜欢OTT有这个功能 对对对对 内容就会觉得说 快转我花了这么大的心钱 我每次花那么多钱 你这样精雕细琢对不对 有被你快转走了 但很多消费者就觉得说 哎呀反正我钱花了我就看多 你知道就是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的概念 然后滑滑滑滑滑滑 然后有些想说 嗯到底好不好看 你就先看个节目 快转一下 就是真的很改变我们的一些收视习惯 我觉得尤其是新世代啊 他们在在使用这些 比我们以前看电视长大的真的不一样 对我们在电视上就是要这样坐着 然后就电台播什么 对 就看什么 你一直在等待 现在不是现在很主动 它是指向性的定向 我拿起我的手机 我要看哪个平台 看什么节目很主动 是 对这是不一样 真的是很主动 而且你就是筛选的 就是淘汰的也很快 所以就是整个OTT平台 它必须要在内容上面的丰富多元 又独特 哇塞 这听起来有点毛多 这蛮难的 又要丰富多元又独特 是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Peggy副处长 这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每天都绞尽脑汁 在想怎么样留住这一些消费订户 没有错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新冠疫情的冲击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口罩下的你还好吗 我们的特别企划 我们在疫情期间 发现各行各业有不同的消长 那其中包括了串流媒体的服务 的确成长了许多 但是是成长也会是挑战 当你成长往上走 总是会有一个瓶颈 那在瓶颈之下 怎么样开拓先机 这真的的确是OTT的很多的挑战 那今天访问到的 除了是韦伯哥之外 还有台湾大哥大影音事业处的副处长 Peggy少佩如 好那刚刚提到了 现在OTT的一个现况 然后的确是内容 越来越难取的 然后越来越高价 所以我觉得Peggy她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功课 是她可能同时又要购买版权 然后还要用以头代购 她的战略就要非常的灵活 对不对 对 那你们还是以这个台剧之外 你们也买韩剧吗 我们也买 然后日剧也买 我们也买 那除了日本韩国之外 还会拓展到其他的市场去吗 有像BBC First是我们在台湾 独家跟她合作的 然后还有Discovery也是 那当然现在可能BBC 因为我们跟她合作 有其他的平台可能也跟进 所以关于这些国外的比较好的内容 我们就可能也是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希望把她一包引进到台湾来 OK 好那因为我们如果说在国际平台上面看到的话 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就是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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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度的影片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就变成说现在OTD也要很很清楚的做出一个区隔来 那伯伯哥你觉得呢 你觉得在如果说以本土OTD 像以买video的现在经营的状况来看的话 她面对最大的挑战 以及这个观众怎么样让她的喜好度可以更长久的存在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SG是Netflix跟Disney的时候 还好那个Disney Plus他独家在台合作的是台阁大 是富邦集团 所以是有一个可以互相交叉掩护的一种功能性 在我心中啦 就是说如果Disney Plus是航空母舰 那MyV的他可能就是飞弹驱除快艇 他可以很弹性的去做很多的运用 而且他可以找到他的Niche 就像说儿少节目啊或者台湾本土的 而且我觉得Peggy他们非常棒的是 他真的是开发了一些IP 像我们回家吧的这一种 就是把这些就放大了 那持续的再找到这些新的项目的时候 你有独特的内容 或者独特产生他的新的品牌价值 观众心中的新战率就会加大 那像你们去年度 MyVideo的年度影音排行榜当中 前几名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前几名去年期上在戏剧上 最受欢迎的就是火神了 因为火神刚好 刚刚前面有提到 他在疫情期间 刚好在去年5月的时候推出 对 然后三级期间又在5月15号之后 就宣布三级期 就是timing 对 timing非常的好 就会发现他真的爆流量 然后讨论度也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去年最热的一部 那当然天桥也是另外一部 天桥也是在去年 以台湾大哥大致之 获得了金钟奖的最佳戏剧 这是我们跟公司一起合作的 的戏 它也其实这样蛮好看的 它也是属于在流量上 排行到前几名的戏 综艺类跟年轻类的 嘻哈节目嘛 大嘻哈跟全明星系列 年轻人特别喜欢 大嘻哈在电视台播出的收视率 跟在OTC上面流量 并没有完全成正比 没有没有没有大嘻哈真的是在 OTD跟网络上面 优秀于传统有线电视非常多 但全明星是一个就是跨平台都不错 你就会发现有真的有点不一样 我们观察这些数据啊 跟这些成绩很有趣 对这就完全打破了 以前大家对于这个影视产业的某些激灵影响 你就要重新的大数据来分析到底现在的受众都在怎么做选择 说到这个看到数字 Peggy你们怎么去解读数字跟现在对数字上面分析啊 这些资料去帮助你做其他这些决策 我们就会看举例像全明星 全明星其实上看的是不是只有年轻人 其实上他的他的年龄层很广 像举个例子像我们家小朋友也看 但我们家的长辈也看 因为他讲的是运动的东西 运动他是全明都运动 他的进入门槛是低的 所以他运动类型的竞赛节目 他的确会有已经知道结果 可是他的过程如果他是够吸引人的话 其实上他就会让VOD的回看会增加 好所以对于OTD平台来说 考验其实也正式开始了 因为这两年当中虽然这个成长率很高 但是在群雄歌剧的战果时代 怎么样因应怎么样巩固 那观众还是最大赢家 没错 那观众只要花一些些钱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这是以前很难以想象的 而且就是你不受时间空间这种限制 你随时随地现在移动装置就可以看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期待下去 包括买VDO还有各种各样的OTD平台 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菜 我们就接收他吧 没错 越吃越胖 吃到都不用睡觉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韦伯哥 也谢谢 台湾大哥大影音事业处的副处长 Peggy 少佩如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去锁定小鱼 出名鱼的POP抢线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我